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United Education 每周六晚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今天我们请来了 我们的首席规划师和我们的学生心理 来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讲座 最近新闻频出 大学们正在逐步边缘化 华裔学生非常擅长的标划考试 华裔学生今年和未来 要面对的大学申请该何去何从 如果没有抓人眼球的课外活动经历 今年大学申请是否会更加的雪上加霜呢 让我们来欢迎Enlightings的 创始人兼首席职业规划师Ben老师 和目前在UC Berkeley 同时就读四个Major和两个Major的 学生嘉宾Cindy同学 为我们大家带来曲线救国 解密美国大学录取捷径 欢迎Ben老师 欢迎Cindy的到来 大家好 谢谢Cindy来帮我们做分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Cindy 欢迎两位 新来的家长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 天赋 价值 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 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半岛 还有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坚信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们会结合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面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大家好 我是Ben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每周六晚上八点的教育分享 我们一般的结构是会分享一周以来的教育新闻 和高中生家长关系关联度比较大 然后今天的主题是区县救国 在开始之前 我可能就会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还有问一些根本的问题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来的时候 他是有具体的一个想法和需求 更多家长他是比较迷茫 他觉得这个好像和我孩子有关系 对吧 所以我的背景基本上就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大家看一下 和没有什么华丽的名校背景 也不是学霸出身 所以可能我的优势就是更好的理解 99%的申请人 一会会分享一张图 我们内部做过腾计 每年腾校 八所腾校 华人亚裔 包括整个美国都最喜欢的腾校 在应届毕业生录取的比例是0.6几 百分之0.6几 也就是说 美国每年这么多毕业人里边能读这个学校的 这八所学校的只有百分之0.几 也就是说从概率来讲 这个大部分是不可能的 即使华裔花很多钱在湾区 买学聚房 投资教育资源 这个比例也不会超10% 我觉得特别好的学校不会超5%10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就要理解 这是一个概率游戏 说不见得你去腾校一定成功 也不见议你不去腾校就一定不成功 你要搞清楚你去读大学的第一个目的 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讲座 我一般喜欢拿一个图给家长 就是问一下家长 家长有没有考虑过 孩子为什么要读大学 对吧 很多家长说要就业 别人读我也读 对吧 或者是为了别的需求 一般心理学界用的比较长的 就是马斯洛 这个叫什么金字塔 就是需求金字塔 从底到高 这个我不只在一次讲座里边给大家分享过 他最大的贡献 是对这些需求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分类 而他的金字塔的结构是有明显问题的 很多后期的学者就拿这个事儿 来专门有写报告 来抨击他分类 是介于他的主观意象 因为心理学这种东西和社会学有点像 他有一部分 你看心理学里边比较clinical的 他是比较science 他是看大脑看你认知 但是大部分心理学是比较浅显的 他是通过大量的survey和调研 而这个人他在做survey moment的心智状态和他吃了一块蛋糕 那个叫什么lady measure那种蛋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很tricky 它不稳定 它不像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别的元素和一些自然科学 它非常稳定 所以大家要记得了心理学你可以借鉴 但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纯科学来看 然后他的几个分类大家从底层开始看 你需要衣食住行都有满足是吧 那底下两层学就够了 因为能参加讲座家长都在湾区 或者在国内大部分是湾区 或者北美一些地区 前两下都不是问题 第三项呢 我认为很多家庭是缺失的 就是很多父母熬于工作 迫于升级 或者是本身对孩子的投入没有那么多 他可能在让孩子家庭观想比较紧张 所以这个love and belonging可能是缺失的 老多孩子呢 他会觉得好像我拿了A 我进了名校 我父母他认可我 他对我有足够的爱 是吧 这种从小的心理暗示嘛 你考虑一下 你孩子真听话 你学真好 真聪明 这实际上是误导性 孩子存在的价值是因为你是他父母 他是你孩子 这种关系是注定的 如果你一直在暗示 他要达到某个点 他才是你的孩子 或者你才会表扬他 那会出很多问题 然后呢 自我实现 还有上面两个 就是那个 这两块呢 是比较高阶的 就是在你的满足物质需求之后呢 有人会有精神层感需求 我举一个反例 为什么老多学家说 人不是一层两层三层 往上升的 很多艺术家 我们知道很多艺术家 他不会和世俗的社会混在一起 他会选择一个比较 你举个例子 前半年前吧 国内有个很火的一个网红 一个老先生叫沈卫 他也不大 大概50多岁吧 他只是那个 因为他是流氓汉吧 算的比较老 然后呢 他是怎么出名的 他垃圾分类 他就是长年捡垃圾 然后呢 结果就有人拍了个抖音 他就火了 因为他出口成章 说话很有那个大价风范 后来这个人以前是上海 某个单位的公务员 因为从小爱分类垃圾 人家把他当外胎 后来呢 就是父母对话送神经病院 单位也排挤他 他实际上就是他不缺钱 但是他就喜欢解垃圾分类垃圾 结果呢 后来又被送到神经病院 一直流浪 流浪之后呢 他就出了名了 就是叫什么 小楚在地上大师在流浪 大家可以搜索 YouTube上有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在美国 相会社会比较稳定 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 在国内就很明显 就是他精神层面很丰富 他在讲他父母对他是没有爱的 然后呢 他你说他吃喝喝 他也有吗 他他他他确不他不确 所以我就说很多艺术家 他真正追求的东西呢 不是不需要 那个safety和那个 最底层的这个食物的要求 他可能直接就到最底层 所以家长要愤青 就是说 作为你的家庭教育的 这个规划的一个目标 你应该是怎么来界定 你孩子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们家里要允许的话 那孩子是不是可以有这个胆量和这个底气 去试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 对吧 将来的那不管是艺术设计啊 还是人文专业 当一个作者 当一个编剧啊 这种当然家庭就比较可以啊 如果家庭条件本身有问题的话 我建议还是以解决底层这两个 因为底层这两个的 我觉得结构非常稳定 就是大部分还是需要这两个来满足基本的生意需求 对吧 然后呃 我认为大学最直观的对我呢 对我们来讲啊 我们的理解是 呃是要帮你实现理想的工作和事业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认为大学最最功利的一个呃 一个作用吧 啊你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大学不能保证你有稳定的就业啊 毕业之后能够在一年之内 甚至半年之内就业 包括你毕业之后10年20年 你的职业生涯的收入取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那这个大学教育就是失败的 美国几千个大学啊 us news上排名大概300多个啊 很多学校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你想很多那种营利型大学啊 还有很多那种非常小的学校啊 在这次疫情下 它可能出现财务危机 然后呢 我觉得有些学校的话 家长要看的 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象牙塔 非常高端的地方 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服务机构 他打着费盈利的名义呢 但实际上他做的事和盈利的是一模一样 他只是说在legally 他有一个灰色区域 他可以不交不交税 但是拿那个钱呢 他也不给学生 你像耶鲁 他每年是200多亿的这个founding endowment 他花个学生的大概5%左右 哈佛也是5%左右 所以他其实可以花很多的钱 但他钱的话他可以买地 他可以投资 你像投资京东呢 那个投资人投资人高领 他给耶鲁捐了很多钱 历史上皇上捐最多的一个钱 对于耶鲁来讲 他给人民大学捐了很多钱 他的他最早的工作 就是在耶鲁大学那个投资部 所以家长要知道 就是说你这个学校给你投多少钱 和学校有多少钱没有关系 所以说如果您的孩子的话 成绩没有那么那么好 可以进入一线的学校 拿就学金的话 我建议考虑一些那种文理学院 或者比较 口味比较好的那种 那个叫私立大学 他可以给你好的资源支持 然后呢 这三个点结合是最理想的工作和事业 我觉得家长在孩子考虑 实行大学的事情 要考虑问问这个问题 你孩子有没有理想的工作和事业 如果他想不清没有问题 那他有没有理想的生活状态 你可以问他这个 这也是我们在和学生工程中 常问的一些问题 我们希望了解 家庭教育的中期规划 和孩子对生活的一些追求 然后再推荐一些大学和专业 因为你如果直接奔大学的话 那就太没有意义了 因为大学只是个工具 帮你实现这个的工具 在你不确定自己中长期目标的时候 大学是个伪命场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提的 最好卖的永远是焦虑 如果您在网上搜一下 藤窍相关的东西 就用了AV 我们的从王非常多 这个不可厚非 因为不老而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大家就像有个人突然告诉你说 我可以治愈艾滋病 我可以治愈癌症 虽然大概率讲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因为如果功课的话 那应该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但是很多家长就愿意划中斤 去做这个事 盛景大学也很像 明明美国能进 成校甚至百分之十 前十的大学 前十大学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左右 美国每年大概是有 两百万人 一百九十多万人 会入读四年大学 这里边的人我们是这么排柄 我们把要去社会大学人给排除了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计算 精准的计算 我们统计了前十 前二十 前三十 前五十 前一百 每年最多能入多少人 对吧 然后除以每年生下大学有多少人 这个数字会有误差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错的 大家看这个图上 左上角 就是那个藤孝 他百分之一不到 然后前三十 很多家长觉得 前三十不是挺容易的吗 不是可以LA的话 还是有机会冲的 CMU 包括NYU有的时候也前三十 NYU的话有些项目是相对容易一些近的 但是我们统计来看只有百分之六 应届 我没有考虑社会大学 我也没有考虑那些不读大学的人 就美国应届这些人百分之六 然后前五十是百分之十二 前五十 我们认为前五十是非常好实现的 只要孩子B比A少一点点就可以达到 一半一半B都没有问题 一般的学校就可以 我们又要求到很好的学校 然后最后你看前一百 我们过去学生里边有二点几 有ICT一千出头的 前一百都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过去的记录 因为这个是很正常 不是说我们有特殊多么强 我们顾问是非常靠谱的 非常有能力 但是从概率上来讲 从申请难度来讲 真的是挺容易 但也只占了应届B上的百分之六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前一百里边含会了很多 那个州立的非常大的功效 非常多人 你讲那个就是UC 加州大学系统的新校长 他以前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系统的校长 他是个非裔非洲裔的那个校长 然后他管理的学校 那个学校就有6万多人 那个主校区 所以大家想一想 就是前一百实际上 涵盖了美国主体很多 这个大胞学校的这个capacity 但是他依然只占26% 所以即使即使你在一个好的学期 你是华人为主 这个路距离稍微高一点在弯曲 这个数字也不可能double 大家看这个概率问题 所以定位非常关键 然后我们总结了几句话 比家长就是能够很常容易的理解 我们的我们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大家看看每年录取就那么多人 14,031 然后他到前30 前30的话 他就是7万多人 已经很多 为什么前30边开始有功利了 又弗吉尼亚大学 有UC博克里 UCLA 这几个学校的话 他招的人数是很多私校的好久好多倍 然后前50代就有比例 然后 think big 如果你的目标很高原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9年级 11年级 可以 没问题 你只要目标高原 智力平均 父母愿意投入 孩子愿意努力 这个不难实现 我觉得是可以先从目标前100开始 往上提升 没问题 因为我个人认为 一会给大家专门讲 去学校品牌和这个就业的关系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think big 就是你目标可以一较高原 特别是建议你一天已经是19年级 8年级 你是时候考虑这个东西了 因为就是很大的一个教育投资 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4年 对吧 而且是在美国这么动荡社会 包括疫情下 不稳定社会里边失业率飙升 包括将来大规模的计算机会取代很多人的基础工作 那你要作为一个家庭要考虑 我孩子将来的教育 我们将来就业 你要用发展的眼望看 不能只看当下 快捷行业不错 好律师也不错 你要用未来5年 多读一些的行业报告 我觉得家长在做家长的话 可能这方面都比我很专业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事高科技行业的 然后star small 我觉得要立足于当下 不要是一开始就是目标很高 那孩子可能会压力特别大 然后报很多班 还得可能有时间 move fast move fast就是说 这个图比较直观了 想进考学校就这三个因素 很多同行很多家长 很多那个independent counselor 他们聚焦的点是对学校的了解 这学校今年录取的数据 然后他的业业一滴 包括就是这个学校的一些特点 就是项目教授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没有太多区别 因为孩子本身英文也不错 父母如果在美国做PhD的话 也不难 知己这块我发现是个市场控权 这是我们一直在打的一个点 就对孩子的了解 孩子了解不是说我们孩子说什么 我们听什么 而是我们在分析这个孩子的学习上的 这个高效点在哪 他的兴趣怎么转化成一个学术研究的方向 因为不管你是做义工 还是做一个business 还是做一个非营利组织 无所谓你最后要回到学术的这个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curiosity 就是对学术的这种敏感度和那个好奇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行业人成功两个点就可以了 他只要有好奇心 然后他有知情力 这两个缺一不可 有知情力特别强的人 他好奇心不够 他不会他不会去学那个最先进的理念 对自己的过去的知识进行颠覆也不行 所以说就这两个缺一不可 有好奇心没有知情力的人也白想 他们会建了这个公司 这公司我有这个idea 这他们做了我的idea 没有意义 很以为你没有做 99%是 执行 1%是想象 所以家长要知道 不过和盛学一样 老的孩子 我去 我去MIT没问题 那你知道怎么去吗 你知道他的标准战长吗 然后哎 但是我知道 一般结果都可以告诉我们网上不是有数据吗 对啊 那你知道你孩子是不是适合吗 你知道你孩子学校比怎么样 就说他花那么多时间准备一个标话考试值不值 是不是有违背于他的特长 然后战略战术啊就是所有咨询机构在做的一个事 就是 老的机构是偏那个就是哎 这个学校要这个那我就去往这方面演 甚至那个活动中往这往这配套 走不远的 好的学校前二十你不用想 就你那个演的过程啊 就像一个演员一样 他是在演他不是自己在 自己在做自己 那就那很难 非常拧巴 然后呢很难演成那个状态来 而且你不知道他的孩子特长 我觉得自己啊左下角家长注意 你要自己问问你对你孩子聊不了解 他适不适合读功力还是读私力 他适不适合一对一 还他适不适合读大课 对吧 他适合做什么样的活动 适合人家达到 是他天生内向呢 还是他真的是天生 适合于一安静的时候效率更高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你可以去问 不要只是在盲目的看学校的标准 因为这么多好的学校 你一定要看你学校孩子对对合适哪个 然后呢他的特长怎么能达到路径最短 然后呢我们现在其实正题啊 之所以我一开始讲那么多铺垫呢 是希望家长对我们这个理念有个了解 因为没有必要说你们吃大周末吃完晚饭 和一家人团聚放松的时候来听我们讲座 我是希望能够在价值观上形成 顾名 或者至少让大家知道我们价值观 然后我们的分享料才有意义 过去呢我会先讲新闻 但有点突兀哈 然后我尽量讲话慢一点哈 这个周的话新闻其实特别多 我就选了四个我和大家比较相关性比较高的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州最高法院 还是哈拉曼的康特好像我记不清了 就是他们是说UC呢今年是不可以考试 因为他觉得是对某些少数族裔 或者是一些disabled的那个学生是不公平的 就说他们是搞平均主义吧 加州整个政局的特点就是平均主义 这个对于企业对于国家对于创业都不好 但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觉得挺好 这样他们觉得这种需要帮助人比较多吧 所以很有可能现在目前已经确认大概UC里边有4所 是一定是testblind 你考的ICT也不看 今年甚至这样要注意 有4所已经4到5所是确定了 因为他们写的不是特别清楚 有三所是明确不要的 UC Berkley UC Irvine UC Santa Barbara 他们是最早一个礼拜前 甚至更早已经确认他们今天不要ICT 你考虑也白考 如果你的目标是UC的话考虑也白考 如果你的目标是很多私立和UC的话 那还是要考 因为学的没有表态 但是同时再让注意 今天这个疫情这么发展下去 是很有可能你们会等到10月份11月份考位取消 或者考位紧张 要做好最快的打算 有机会如果能力不错的话 在个人这个安全能保障的情况下还是要考 因为你如果是目标私立的话 如果只剩UC 所以今年大概你是必须要考了 没有意义 因为基督经理申请UC就可以了 一会我们讲哪些点是可以突出的点 然后第二个上两个礼拜 这个排名放榜比较多 那个金钱杂志 那个高等教育就是 the 这个是做世界排名比较有名的 还有washington monthly 但是我觉得家长也不要太在意这些排名 他们参赏的角度不一样 他们只是想通过排名来引流 增加自己这个网站的曝光量 我觉得money的可以看看 他对孩子毕业就业和那个起薪 还有职业中期的这个薪资 他这个比较务实 特别在经济不稳定的当下 这个我觉得他有参加价值 世界排名没什么意义 除非你学phd 除非你将来的工作是要可能去中国 去别的国家做那种工作 你需要一个世界排名单可做 你举例子 我本科那个大学 在那个usnews上排名 从前50一直滴滴滴 现在都六七十了 华上大学西雅图 依然不影响 他是当地亚马逊和微软 最大的工程师输出地 也不耽误他们的商科毕业之后 逼着眼找工作在亚马逊 所以说家长不要只看这个排名 是他我这个学校在美国本科排名60多 在世界排名永远前20 所以说有意义 加上就是不要太在意这个 你还是要看usnews 虽然他也不科学 但是他至少是在美国本土 是一个非常强的认知 大家认为这个是好使的 靠谱了 这就可以了 排名就是这个作用 然后第三 就是我觉得疫情今天要提一点 就是很多家人在做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们家人还是允许 我们一直是建议孩子是 读文理学院 读私立 整体性价比比较高 特别是那种非工程 如果是文科 那就是私立和文理学院优势比较明显 然后这次很明显 我们两个学生 一个是 去年入学的一个是今年入学的 去年入学那个小孩 去去Williams College 排名第一的文理学院 然后爸爸发了朋友圈 我们也看了 就是真的是专业 做核酸 然后每个学生一个房间 学费降了15% 每个房间里边准备充足的吃的喝的 就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很多家长可能因为这个最近这个大选前 这个媒体舆论比赞比较重 就是会讲这种政客之间攻击 说你这么这么这么的一千人钱上开学 但是另一方就说哇塞 我再不开学 我的工作都都都搞不定了 大家看孩子谁受的 而且还在家里边学校率很低 所以说我觉得 一个是Williams College 还有一个我们今年入学的 他妈妈带他去了那个范德堡 范德堡是建议校开学的 然后做了很多的措施 就像国内能够这么 之所以这么早开工一样 他是有大量的这个准备措施 而不是盲目的聚在一群人 不戴口罩 或者口罩不喝鹅 或者不做核酸案 不做额温测试 这个是不对的 我觉得当疫情没有疫苗的时候 你这些准备工作非常的重要 国内的这个疫苗检测 还有这个防御手段 一直不是非常科学的 但是呢他有一招特别厉害 他能够用最原始最土的方法 来提高效率 你举个例子 我就检测体温 虽然我知道70%的人他有发烧 30%没有潜伏的也没有 但是他就用 然后逼着大家开始戴口罩 然后保持距离 通过舆论的这种狂闻烂战 让大家有紧迫感 就大家知道这个很紧张 然后呢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在国内的话 你会看到所有地方都开工了 因为我们有些学生 现在已经回到国内了 因为网客没无所谓 他们宁可回国熬夜 他们也不在美国 因为在国内的话一切恢复正常 电影院餐厅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已经 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 但是他也照样保持着测温 还有健康码 所以我觉得从我这个疫情 你可以看到 公立学校确实便宜 但他的这个客服 我写那个CRM 就是客服管理非常的差 疫情刚爆发 加州州立大学 23个分校 他是第一波说 我们下一年上网校 他无所谓 你来就是图便宜 那我也不需要什么保证 对吧 然后UC今年 他也是要上网课 然后明年可能也要上网课 这个Sandy也是在纠结 我们也在沟通他这个gap的问题 所以说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差别真的是很大 这个我觉得家长要慎重 如果经济条允许的话 多考虑考虑私立 不见得一定要去 特别是你不是学理工类的 你不是学工程类的 或者是你想学进不去的 考虑一下私立 真的是不错 然后第四个就是那个有一个报道 就是讲这个留学生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之前做的篇文章很像 但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就是我们讲啊 今年会对本土学生很有利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数字比较真实 就统计有签证的 学生先大家看一下 美国拥有留学生最多大学的排名 因为大学有19000名 家长不要不要被这个数字镇住 他不是帮本科 他是研究生研究生占多数 本科的话没有那么夸张 哥德国伦比亚大学 国际学生的比例19000 然后东北大学 南加大 UiUC UC Berkeley 非常多 因为在研究生这个领域啊 特别是博士啊 交流学者 这个国际学生的比例非常大 再加上看一下 这些学校呢 我曾经说 我们写过一篇文章啊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历史文章 我们讲过 这些学校 本地学生是有机会的 因为对于政策风险 对于疫情的考量 对于这些政府 对这个国际学生的这种态度 很多大学他会减少国际学生的比例 因为国际学生来美国留书 特别是中国学生 这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两年前已经过去了 如果学校还这么死科这个的话 他将来一定会出风险 他会更喜欢录取那些本地人 而且是不需要反对社A党 这个是一点 大家看看 中国学生战的话 比例是非常大的 47万 印度学生大家不用担心 印度一的这个国际学生 主要是以研究生为主 本科相对少很多 总体来讲就是 如果你申请UC SATACP 今天就不要考虑 前提是如果你只申请UC 再推演一下 如果疫情继续控制不住 两党争也好 疫情发展好也好 还是疫苗发展不利也好 如果大规模的取消 我觉得 毁度私立他会表态 他就说纪念的话 他就不是TEST OPTION TEST OPTION他也会看 但是呢 TEST BLIND 就纪念我不看 我不看 你考了我也不看 这两个是全场之别 TEST OPTION他是一定会看 所以家长要持续关注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到时候大家关注我们公众号 之后的话会收到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如果这样 我觉得如果您是12年级 你要根据自己选校的定位来判断 你需不需要考 是不是就需要你现在正常的上课 我个人觉得还是把精力放在 我不看好这个疫情的发展走向 我觉得短时间也是很难控制 没有一秒之前 即使控制了 到完全没有问题 再开始开放考试 大量的考场 不被人挤爆的话 还是有一定剧点的 如果11年级的话 我觉得要考虑考虑规划 现在不用急啊 因为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观望 而且这个点的话 孩子本来就上网课非常的累 你如果让他去再拼拼拼准备考试 除非你家孩子意志力特别坚强 要不然我们是不太建议 在这个时候被标划的很很枯燥 我们很多孩子就开始抑郁了 就真的有轻度抑郁 天天对着网上课很累也出不去 对吧 关键是出不去没事 人避免医院最好的办法 是有一个社群 不是只先对着父母 而是自己一块玩的那把朋友 所以家长要注意这个点 孩子的心理健康也很关键 因为这个TV这和和你们不一样 你们上个老下个小 你们有这个生活的压力 你们有家庭责任 他们没有 他们比较注重自己的感受 他们没有那么成熟 他们心智还没有那么成熟 他们的情感比较脆弱 所以家长要注意 然后第10个呢 我10年级的话就等等看看 我觉得不需要焦虑 没必要 因为毕竟标画只占其中一部分 然后9年级 9年级的话 别管 现在不要考虑的话 什么都不要考虑 我们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不要再做一些无用功 因为这个时代 如果你还是在用老一套思维在考虑 最新的这个录取趋势 你会你会被甩掉的 因为任何一次这种大的人类危机 或者是工业革命 或者是技术革命 他都是给那些有准备和思想开放的人准备的 而不是给那些音讯手机的人准备的 高中GPA依然最重要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不管你的顾问 还是你没找顾问 还是你将不将来和我们合作 我们依然会强调 GP最重要 就是不及魁不无一致千里 你想去哈佛没有问题 如果你连学校的Top 10%都没达到 不要考虑了 对吧 美国那么多好的高中 那么多优秀的学生 凭什么要你 全世界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不光是你了 所以说老多家说我需要一个平台 我还得需要一个平台 去了平台你就好吗 不见得 林书好能打击MBA是因为他 是加州第二联盟 最最有价值球 MVP 他在那个高high school 不是 Parlato high school 斯坦福对面的高中 他他几年都是校队队长 他已经在一个小的平台 全是亚裔为主的地方 他是人中之龙 就任何一个 社会等社会社会行业啊 你想达到顶级啊 你必须在本来这平台里边赢 胜出 这是必须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考虑过 我平台我要换一个平台 是不是我就可以回大方一财 不是的 你要在你有的公寓岗位证明自己 你可以跳 而不是说浅尝折止 你可以发现我不适合 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随便放弃 这个是非常吹嘴的 你要把握这个度 然后我们一直在讲捷径 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会提捷径 实际上我们有点高级黑 我们不是说捷径的问题 这实际上没什么捷径的 捷径的话就是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选择是个捷径 如果你选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 对拨逐流 那你会非常累 那就是不是捷径 我认为捷径就是 找到孩子的特点和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 还有你们家本地的资源 加上痛苦的坚持 非常严格的自律 是可以实现你的目标的 因为没有特别难 不管是你去目标前十前二十 这些可以量化的目标 三四年的时间规划执行 没有问题 然后高中学术名声 这个非常重要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排名 家长有的有时候问题比较多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很多家长可能有问题说 你们凭什么排名 重认一遍 这个数据是去年UC录取 结果今年UC还没有放上去 我们是根据UC Feeder School UC会把所有申请他的高中数据给罗列出来 过去几年 多少人申请多少人录什么足矣 UC是这方面做的最到位的 所以家长们请看一下啊 为什么做这个排名 我们这个排名啊 一定是最可观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个人因素 我们所有的数据取样于UC 人多人少 我们不管啊 我们不占人数 我们按录取率 你们需要一百个人身还是两百个人身 后没关系 我们是看的录取率 我们不是按录取人数算的啊 这个排名是按录取率 然后呢 家长就说 呃 那我们学校录的UC伯克利多 那你能算 我们是根据南北加的特点 北加州录取最难的学校不是UC伯克利 是UCLA 我们给的比重最大 而我们这个比重呢 也不是人为给的 而是根据这个模型里边 这个数字的互动 所以说我们这个模型的是对客观的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找UC UC数据都能体现 所以我们目前的排名第一的是Dogherty 是在Cermont那个学校 啊 他的分非常高 5.07 然后呢 Monte Vista Cupertino High School 我们学生也不少在那 然后呢 Fremont Mission San Jose 对吧 然后大家注意啊 这里边有个学校是很tricky的 他叫Berkeley High School 他在第五位 他在Berkeley 那个那个School District旁边 我们曾经在做过义工 那里边少数族义比较多 墨西哥义啊 还有那个非议比较多 我们做过义工 那边孩子的学生居住学生比较差 所以他们呢 因为这种手术主义特别多 又靠着Berkeley 所以他们录取的比较不错 但是呢 他和上面这张这张排名里边哈 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 欧凯奈这个我不熟 我们确实没有这方面学生 剩下这些学校呢 前二十里边的哈 我们都有学生在里边 基本上是亚裔为主导 所以这些学校费用有个曲线性啊 以前老家长问我们买房的啊 前些年那个投资民比较火的时候 很多家长来移民吧 我们就说如果孩子力差 你就去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那个学校一定考 然后UC录取概率高 而这个排名也正好验证了 我们这个推测啊 数据支持的 我刚才提了哈就是GPA很重要 但是你所在高中更重要 如果你的高中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高中啊 就刚才排名里边 可能前三十里边没有的也没有问题 但是对你的GPA就很高 你可能要很多课外的资源 要说很多外面的VP课呀 或者一些课外活动来补充你学校资源不足 如果你已经在Dogarty啊 已经在Dogarty啊 或者Montevista Gun啊 Linburgh这种学校 你的目标就一个 你要尽量把成绩在学校的前百分之二三十 尽量往前靠吧 因为你们学校课确实很难 可能占了你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 然后这个呃 不管是公立个私立哈 你们的目标对我们来说操作是一样 但是你们的GPA一定要保持的非常高啊 这是所有大学要求的一个点 然后呢 高中竞争机的程度 这个是给你的特色有关系 就是嗯 你你在这个学校里边定位 老家说我需要转学 我就说要看你在里边是不是适应 如果你是中等偏上去就不要转 如果真的是非常吃力啊 有可能 如果你父母照工作允许的情况下 你可以调整 可以调整一下去别的学校 里边做一个里边比较top 然后再通过别的地方来弥补 这个是确实是个策略 但是这个对家长要求比较严 上班啊 包括整个这个labor就要考虑一下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高中学术活动资源啊 这个刚才有一所提及 就主要是 呃 一例之一嘛 就是你在的高中 如果大部分人是没法放高中的话 那你怎么利用你功率或者私利所在资源 来实现你长期的这个录取目标 然后这个呢就是UC上 你看他有14项 所有的UC录取有14项标准 实际上标化只占了一种 大家去看看只占一种 既然大家都不看今年 那就不无所谓了 大家同样竞争嘛 对吧 那就是在这里边体现了 你看你刚才这个所有的活动里边 这些地方你怎么呈现 对吧 你的成绩在成绩单里边 你上课的强度在成绩单里边 你的这个课外活动性格特长 学术兴趣 那就是在UC给的20个活动里边体现 大概是有2000个字左右 能写满的话写2000个字 比他文章多的多 他文章的话350一篇是4篇 所以他的活动非常重要 UC的活动非常重要 给大家重申一下 虽然不是每个家长都一定要去UC 但升UC我觉得是99%家长会做的 你要看一个学校要什么 你要看他要什么 UC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他对活动看的非常重 我们过去很多孩子 因为活动做的不错 然后在写的时候 给他能够很好的展现他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深度 和他里边的这个take away 他UC路的非常好 其实在今年疫情之前 我们过去就有1200左右 学生录取UC Berkeley 一直有 CINDI的ICT也不高 对国际学生来讲 所以我们一直不认为UC对话看的很多 真正看得重的是私立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常用的一个图 那家长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 然后这个 整个录取的这些这些这些INDEX 这些比例呢 也不是我们随便拼的 我们都是根据美国大学这个录取的数据 好多学校我们对比 放到这个比例 然后你看标准化好像只是一个派 只是因为我们亚裔比较擅长 所以我们比较关注 大家长一定记得没有影响 特别是这次 大家都受影响 对你们想几乎可以忽略 你还有你的GP已经木已成舟了吧 已经成这样了 你的文书你的文书是很大的空间 科学活动推荐信 私立的话推荐信非常重要 就很多东西可以考量的 红色的你不要考虑 因为已经已经在那了 你只改你能改变 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就是文书和科学活动 还有你的school list 你的选校今年非常重要 因为今年变化特别多 去年的选校特别今年不能用 因为你怎么 你怎么猜这个学校是今年会会卫兴国际学生 是不是 他是不是今年财务出危机了 他需要更多人去填一地 你怎么怼赌这个东西 对吧 你的孩子即使你已经摸清了学校 你的孩子的profile是不符合这个学校的预期呢 对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方向很重要 当然现在就讲到我们的今天讲到重点 述都同归 曲线救国 这个词呢 我昨天稍微一查 我发现曲线救国很多生学家人用 但我一查国内 包括美国 这个好像是有很多贬义在里边 但无所谓了 在硅谷 曲线救国的语境就是怎么能够进好学校 这个我们讨论的比较多 然后第一个什么是曲线救国 当你的现实 低于你的理想的时候 你的目标的时候 你需要曲线救国 当然这个差距特别大的话 曲线救国没有用 可能差距太大 对吧 然后呢 曲线救国特别适合陈梦大多数 什么人不需要曲线救国 全学校非常牛 在我们这全是前十的功力高中 然后各种竞赛 或者就是不竞赛 几个主要club的leaders 就投 然后呢 非常自律 标话也很好 然后和学老师观也不错 这种孩子的话 你找不着顾问意义不大吧 就是你一般啊 如果各方到这个就时间管理能力那么强 还这么有条理的孩子 他他应该是有很多的信息可以搜集 思考也会比较成熟 一般的顾问只是提个最后的助力 在策略上给那些那些帮助 主体还是靠学生 所以说好学生真的是差别比较大的 嗯 但大部分人和刚才说的一样 99%的人是进不了藤校的 对吧 嗯那怎么办 那难道就不过呢 不是 而社会上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这部分人 而也没有内向指标告诉你 藤校毕业信号指数就高 收入就一定高 没有这处 特别是在工程行业 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家长要了解啊 这个学校和你孩子将来的发展是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这个曲研究个非常适合大多数 因为大多人是没有这种这么完美的GPA 很好的很好的活动 那怎么办 还想去一个不错的学校 这就是曲研究国 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 有家长说 哇塞 说我还都没录取 你就曲研究个说太早了呀 也不是啊 进行特殊性 因为有的时候嘛 你像 这话现在老的学不要对吧 那你GPA已经成型了 我们去那边的家长已经在别的机构有过了啊 啊 有的是跟我们在合作的 就是这些都有 然后呢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说白了啊 没有太大可塑空间了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曲研究个非常有必要 特别是对于一些没得选 没得选的家长 就是说那怎么办 我现在我知道我理性来分析 我的学校不是我预期的 那应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非常需要 然后先说今年申请人啊 因为他们比较急啊 怎么曲研究过 我觉得最好的准备最后的打算 就你的预期要调整 呃你的选校 选校的话 因为这个太个性化 我们没法在这举一个具体的个例来讲 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年 如果你做准备没有进 你的你的一地之外的学校 你有没有足够好的选项 千万不要啊 我就全部冲在一地 我就赌我一定能赢 结果等到12-15号发现 我好像没录哎 那你再写IC来不及了 你找机构啊 一般靠谱的机构是没那个时间接你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花十几天又赶上圣诞节 谁能用全心全力花几十个小时给你做一个IC 不可能的 所以加上我觉得要提前做好预判啊 然后第二个目目以成功啊 我觉得还是认清现实 就是说我现在能改的 就是刚才那图里边的你的活动列表你的文书 还有你的推荐性 推荐性基本上也会定死了 所以说 还有就是wide school 这个asset非常的重要 因为所有人都不能参观学校 那你怎么脱颖而出让人知道 你不是在wikipedia 在学校网站上看了点东西就写呢 实际上你确实对这个学校有非常所有的了解 理论上讲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啊 对一个学校的research应该在十小时以上 十个小时 我们讲的是native speaker 我们80%以上的学生是本地人 是美国长大的abc 我们要去十小时 像说他就那么点网站怎么看十小时 你也太低估这个了 那篇文书是最重要区别的 因为你像我申请搜的学校 你要写个common essay common essay呢 大家都一样没区别 真正有区别的 是你的wide school essay 就他怎么知道 你是真的要来还是忽略他 对吧 所以我们 第3 之前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大学录取的秘密 他就是有一个记者的采访了 美国三所著名大学的那个内部招生官的一个机制 大概1819年 比较比较recent他就讲了就讲了就说 我在判断一个学生能不能录我这个学校 一个核心的点 就是他的assies 你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写给我的还是写给所有人 然后呢 第三个天气散发我仍求进 我觉得要正确匹配 就是把自己中长期的目标确定好之后呢 你这个选校策略和你将来的话 这个备选方案要要贴合你这个中长期的目标 然后未来申请人如何去研究过 曾经很多家长今天来的呢 他孩子不是12年级 十一十九年级我觉得你们早点来挺好的 有足够的判断 可以早早期的规划 可以做一个思考 因为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这个家庭重要的决定 审时度是及时调整 第一个 就是你要适应疫情带来的学校的变化 而且今年疫情表现下一些学校 在降学费和在客户上面的表现 还有 你要关注就业市场 家长你要看 我们是没有今年没有年终奖的 还是我们公司在扩张 还是我们公司在裁员 还是有可能您已经被裁员了 这些都有 你要考虑是为什么 疫情的影响会是短时间还是长时间的 我个人又会中长时间的 家长看一看 这个 这段疫情期间的这个科技股票虽然这样过去 过去几天的跌 但实际上一直在暴涨 如果炒股价 你可能知道它的市盈率非常健康的 相比A股的话 特斯拉有点高 一千多的市盈率 大部分股票那个那个市盈率的区间非常合理 就是他们的盈利真的非常好 即使疫情这么严重 它的盈利依然这么好 就代表这些科技公司在在拿那些传统公司的市场 老子公司在倒闭在破产 是因为他们跟上时代节奏 疫情只是他们最后一颗稻草 呃 与其说稻草不是说一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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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石吧 就本来这个都快塌了 本来就不结实 来了个疫情来了个大石头 那就只能剩下结实的部分 所以加上要理解啊 这个行业在变化 加速了人们对技术科技科技技术的依赖 加速了社会的虚拟化 那哪些工作能够长治久安 这个是要探讨的东西 我们跟那不同学生给你们一些建议 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和你们一样是在通过我们的经验和知识 来把握这个未来 我做的所有的都预测一个更更精准的未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赢得战胜受到战役哈 很多家长就是着急啊 要考ICD考ICD 他就是为ICD最重要 呃有的东西我就懒得劝了 你也说不听 因为呃和孩子沟通比较容易 孩子是比较open margin 成年人嘛 很难 然后呢还有一点家长越成功嘛 在世界上成功 他会误以为他在什么地方都成功 他各个家长啊大部分家长是非常理性的 非常也是非常愿意和我们沟通的 各个家长他在世界上比较成功 他认为他什么都行 然后呢他就觉得他比我们还专业 他就说ICD就是重要 即使我们拿出一种证据给他 他也他也不信 那我没办法 就是我们只能劝到这的 对吧 那你自己的选择 我们觉得不值 因为你这个时间上孩子去做ICD呢 他可能提高十分八分 你还不如去让他做点有益的 把活动和文书搞好 或者把自己已有的这个项目做的更精进一点 而且孩子本身喜欢为什么不做呢 对吧 就是这东西很难很难很难去去劝说 我们只能尽力 还有第3个就地取材 因材实教 你们现在9年级10年级10年级 你不管你们公立私立 你们住在好学区一般学区 还是你们住在一个根本就不是学区的地方 我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就地取材 因你置疑 不要就是说太折腾 因为这个东西孩子的努力和美国的教育系统 他是给你很多那个可以可以调整的空间 然后取权就我在三种方式 这个家长有可能要仔细记一点 这个是今天比较核心的内容 就具体实操方案三种 一个是internal transfer 很多家人就说 那我就进水专业 我去伯克利学个艺术史 对吧 历史专业 我孩子也上了AAP AAP US History拿了个A也不错 那我就去学历史 那回头再转进CS 反正文理学院不是有CS吗 这个一会森林会具体分享 森林这方面他是专家 我们答案是不行 因为你没有铺垫 你前三年没有铺垫 你只上AP US History 那很多人上了 这不能证明你喜欢学历史 如果你喜欢历史的话 你的文章里边一定能透露出来 而这个时候 这个顾问如果不是纯历史专业 他是没有那么多reference 没有那么多背景知识来给你写一篇 模仿你的口吻代写的 而这个是不道德的 我们的顾问不会给你代写 我们只会引导 只会给你启发 所以家长一定要想啊 大学是看铺垫的 如果这种学校就你写什么专业都可以进啊 学校一般是 就是比较水的学校 我心里写什么专业无所谓 他就是缺学生 你的成绩已经超过他的预期 所以你好录 然后第二个就是转学片 他人家长说那我去生育大学转学呗 我去点个 我去那个 我去那个Diablo 或者我在南加的 我去Santa Monica 有问题 这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圈子 设计大学的孩子呢 学习氛围他和高中不一样 他没有剩下的需求 老多人的话年龄可能比较大 他们就是说 工作好多年的话 想读个大专学历 或者学一个Certificate 所以学习氛围靠自觉 如果年家的孩子自律 非常自律 是可以考虑设计大学这个捷径的 如果不是那么自律 那设计大学对他可能是一个坏处 因为他要上足够的多的课 保持一个很高的GP才可能冲击好学的也好专业 然后环境特别关键 最后就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你本科毕业你可能 你高中毕业你可能升级到前100的里边有305080对吧 但如果你进了设计大学 你如果孩子没有 升级转到理想大学 他的学历就是大专 就是AA degree 那就很亏 还有一点啊 是我和几个我们公司的一个Berkeley的毕业生 还有新鸯沟沟通的一个结果 就这些小孩到了UC这种学校之后呢 他有很多落差 因为他上和真的听不懂 升级大学教的比较比较浅显一点 那他就认为挺容易的 结果去的话发现是假象 他在那边根本就不行 然后呢 升级大学的孩子在申请研究上会会有一点歧视性啊 为什么呢 他们的成绩单上呢 他们的升级大学成绩只算学分不算GPA 然后他们到了UC Berkeley UCLA那种学校的话 他们就会非常差 大概率这样会比较差 然后他申请研究上的话非常吃亏 为他GP比较低 所以说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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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掉啊 我认为啊孩子只要能本科进前50前60啊 如果谁那种A比较多的学生就可以 如果本身孩子学能力不强 一堆B或者C 他能进前来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大学排名不代表你将来工作就一定会那个特别特别是顺畅 和专业有很大关系啊 因为孩子会一直成长 还有一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就是大学转学实际上这些年比较火的啊 国内做特别多 我接触过国内一个同行他做了一个case 也很成功啊 他把一个UC波克力小转进耶鲁 耶鲁转学生非常少 大家看这个图啊 啊 普林市政大学 0.91%啊 只录着13个人 哈佛大学大家看看 哥伦比亚这是我们根据学校官方数据啊 我们整理的一个表 啊大家看看录取率非常低 有些人为什么喜欢转学呢 他会打一些差 利差 就是和那个和那个货币市场换换会一样 你看看大家看一下 No.9西北大学 Northwest 他录取率将近16%转学 呃 但他本科录取率是低于10%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哎 5%的这个这个录取率差别就是大家打的这个点 但是呢 家长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设计大学转的哈 啊 你想想伯克力权威的小孩那么优秀的profile 申请耶鲁 我还知道有一个国内一个同行把一个小孩转进Stanford 国际学生那小孩本身也是前二十的大学 所以说现在的本科转学可不是以前那么容易了 你是Community College转 Community College转的话 转那种UC Davis这种级别的学法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操作的 再高一些的话就很难 所以家长要慎重考虑学研究我的可操作性 长线篇 我接触过很多家长呢 他对孩子比较了解 然后呢 家庭关系也是比较融洽 就是孩子会和父母表达自己对学术的一些追求啊 可能会改变 但他们的目标就是我将来学一 呃我学法律 我都我都PHD 那这种孩子就就他申请本科就不是以排名为主 他是以长期的目标为主 他是要一个资源最好 能够帮他拿非常高的GPA 拿推荐信 拿实验室实验机会为主要主要目的的 所以说这个非常关键 这个不一样这个一人而已 如果有这种目标的家长 您可以私下和Ali去联系 Ali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因为他本身也很有经验 可以给你他们的建议 就是这三种方法啊 这个操作都不一样 和孩子和孩子和家庭的这个教育规划有很大关系 然后这时候我故意写来到MBA MBA我是这个建议 如果你的目标想学MBA 你觉得我觉得美国这些大CEO的大公司的CEO 那些都是都是既是华裔也有亚裔 他们都是读MBA的 我想还是读MBA 那我建议你本科不要学商 这是我的建议 如果您想读MBA 你不要学商 然后呢 你本科读哪 你也不需要读一个GP特别高的 MBA是比较tricky的一点 他看重工作经验大于学生本身的这个出身 如果你工作经验够牛 实际上可以隐盖你学货不足 其他不行 你看JD啊 MBA啊 对学校圈是挺严的 对GP MBA是一个区间非常大的 一个一个行业 这个我回头我们就有那个虚实的话专注讲 然后呢 谁适合全球国 讲了那么多 那您的孩子适合吗 对吧 这有四类人 这是国内的 比较搞笑的照片 我觉得挺好玩的 给大家看看 学神学霸 学弱学渣 对吧 这里边会有那种点状风步 这个没法给大家具体 你可以给大家定一下 你家儿子你家女儿 是在里边哪个点 学霸呢 我理解错了 我已经以为学霸是那种不学就会 原来叫学神 学霸的话 他实际上是又努力又分高 啊 我们身边很多这种人 然后呢 学渣呢 就是这个态度有问题啊 这个学弱呢 就可能 那我就是我当年的话就属于学弱嘛 我也挺努力 但我分比较低 后来发现是方法不当 哎 这几种孩子是不一样 你看 取先救国的一个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 选校方面大学 你选上大学给孩子取先救国 我们讲的是大学方面啊 你申请的时候 你选校特别就不一样 然后学神 要去最好的环境 这个这个毋庸置疑 你既然是个学生的话 你想 更好 那你要去个更牛逼的环境 然后第二个学霸 这种孩子的环境非常关键 啊 他很努力 那他不能是太平的学校 可能博客就很难了 为什么呢 他通过努力才到那个程度 那他会发现一堆比他还努力的人 我曾经有个同事 他是Amherst毕业的 他也录在芝加哥大学 他说他去Amherst 他是数学专业 因为他在东部女子 去读了一个私校 他学了Lineal 的把学习东西 去了Amherst上一个文力学 数学学明白 却傻了 后来转英文专业了 就是 有的人啊 你如果是个学霸体制 那你很有可能会被打击了体股馆 我们湾区很多孩子哈 就是录了MIT 去发现顶不住 于他发现基本功还是不够扎实 因为能去MIT的还是差点劲 还是真是学 学神为主 去MIT 和考太阳这种学生为主 然后呢 学弱 学弱是大多数 我觉得学弱至少在670%的比例吧 我觉得大学环境非常关键 就是你要找一个学校 因为 如果你的目标是转学 或者是读研究生 或者转业业 你要找一个 孩子能够里边氛围不错 但是里边是中等天上 你不要去太强势的 那你压着学弱的孩子 可能在里边会属于劣势 那你这个起研究国的计划就泡肠了 然后学渣呢 我觉得要找一个氛围比较好 就是对他关注度比较高的 私校好一些 因为学渣的话他态度不好 他去就混了对吧 那去一个私校 他真的比较不错 能带动他 那个比较关键 因为关注度比较高 功效的话他他比较容易打酱油 然后诶 学员大学 学员有的慎重 这是比今年的 因为很多家长呢 可能我没想那么一样 我不搞去研究国 那我就 那我今年怎么办 今年的话你还是有希望对吧 因为还有时间还有两个月 文科 我个人观点 有时候代表我们团队的一些态度 宗牌大于专业大于地域 理科的话专业大于地域大于宗牌 给他一个一个讲 选校的倾向性 选校的话 这是我们内部做的一个调研 就是字越大代表那个家长选择越多 品牌非常重要 当然所有人说的就是在美国句话叫 perception is the reality 就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事实的话 他就是事实 然后不好意思拖了大家那么久 这个终于等到我们这个 我学生里边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这个Cindy 非常有特点 四个major两个minor CS Math Econ Linguistics 为什么说坑爹的四里高中呢 他的高中非常坑 他的高中呢 国际生去的时候要收护照的 在南部 非常有东西 他他们学校历史上 第一个录取到伯克利的 前无古人 so far是没有来者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 而Cindy不是天赋异禀的 他非常努力 执行力非常强 活动非常优秀 一会儿我跟他单独讲 我们访谈里边在他说 然后呢 ICD不突出 作为国际生他的分数不突出 然后伯克利录了 Emory录了 南加大录还有讲学金 然后今天我主要是让Cindy讲 因为之前我占了太多时间 给大家再稍微介绍一下Cindy啊 一些点 就给大家节省时间 这是我用几个词来形容Cindy啊 自带机械 这孩子非常上进 啊 就不需要你给他打机械 他自带机械的 你需要的事 让他come down 不要太焦虑 因为他很有想法 很有知情力 行侠仗义 作为一个女孩子 在学校里边微信 注意特别高 在高中里边是中国组织的首领 经常为学生打抱不平 我的作用当时我和他沟通比较多 就是让他不要太刺头 因为他们学校的culture不是特别好 打击他 因为他是出头鸟吧 但他想替那些小孩发声 他身边有些学生的 因为违规的行为呢 被开除 但是不至于开除 Cindy曾经就我们一块想过方案 怎么去帮孩子争取 这些东西写不了大学 essay 但是我们也有帮 我们觉得Cindy在做一个正确的事 在帮那些弱势群体 这些孩子出来念出不容易 就是这也是导致了性格 后来那个Cindy的广结善缘啊 他这个领袖气质 大家为什么支持他 大一的时候Cindy竞选 加州伯和利学生联会会长 大一啊这就敢选 我帮他选择竞选词啊 Cindy去拉票去搞 4票之差 就当选了 我看当时他会放那个录取表啊 所有的职位都是一表倒 都是都是之前内定的人 只有他那个职位差4票 那4票怎么差的告诉你 和他竞选的赢的那个人呢 他已经做过部长了 而且他男朋友也是里边一个高官 就是学生联益会的 所以就是内忧外患之下Cindy 而且他们还说过Cindy的那个 一些负面新闻 当然是造假的了 就这么攻击一下 Cindy一年拿到84票的高票 我永远记得 所以我觉得Cindy我就说 幸会你没去 我那个组织的太红 你不能去 会把你染红的 然后我说挺好的一个经理 因为我比较支持他 我觉得Cindy很有干劲 让他去去去试着 去努力去做这个事 也这么多实力 这差4票非常厉害 而且几乎是内定的情况下 然后下面这把时间留给Cindy Cindy来 这位再不好意思再加一句 这是Cindy的顾问 然后我拿这个做背景图 然后让Cindy开始分享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笨说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 也是就讲了很多东西 非常有干货 有很多东西我也挺同意的 我们先讲家长最关心的话题 就是说您在高中 我们也知道资源不好 也是比较坑人的 你当时的话 你是想去CS对不对 当时是为什么后来研究决定之后 我们是申请数学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高中 他属于一个比较偏文科的 然后他的这些比较课的资源 其实不多 唯一一个有的就是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大学 然后可以在那边上大学的数学课 然后我当时也上了很多 所以当时跟我的顾问问聊了聊 他觉得你可以申请数学专业啊 你也有背景 你也有这种铺垫 像我们刚刚说的 那你申数学可能可能会就是机会大一点吧 但是当时我们学校其实也说不是什么好高中 所以他的CS资源是非常少的 我强行去申请CS 其实未必是个好事 所以最后是协商决定 我们选一个数学专业 最后结果也是挺好的 对 然后进了Sending给大家讲一下 就进了Sending Math 因为你转CS 就家长可能可能家长就知道 家长也不知道 就是你整个过程给大家说一下 你要上什么课 大概什么GPA竞争怎么做激烈 对吧 是这样 我刚刚看好像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说 我选我去Berkeley的这种UC这种学校之后 那么我比如说我进去的是Apply Math 你凭什么能选CS呢 其实对于Berkeley LS来说 你进去之后 他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他审查的时候他会觉得啊 你这个标准已经符合Math了 你就先进 但是到时候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Undeclare 没有专业的 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学生自己去上一些Perequisite的课 你只要这个Perequisite的 CS是三门课 61A 61B 然后70 只要这三门课你的GPA达到3.3 你就可以交一个表 然后你就可以Declare CS了 这个跟你原先是深的Math 还是深的History 还是深的Art History 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要你这三门课上下来了 然后上到3.3了 你就是可以Declare CS 然后困难上呢 我觉得 嗯怎么说 近年来 因为CS比较火嘛 所以Berkeley的这个CS也是一年比一年难了 我还听说我们CS这个院长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3.3改成3.5啊 所以就是也是一年比一年难 两千人的大课 然后进去的时候很多朋友大家都觉得如果别人可以 那我已经一定可以 反正是基础课 我在高中里学习这么好 我上大学也一定可以 但是其实就是也是有点就是故意想把一些人筛出去 所以他们会把考试做的非常非常难 他的这个可能平时你上课你觉得他听的挺好呀 Project也做的挺好啊 但是他这个考试的时候他就是会卡你 就是会出一些非常非常刁钻的题 然后就是为了把这个分数线拉开 是这样 那个两千人大课当时你跟我描述我咱俩聊过的事 你说好过两个礼拜就剩一半不到了对吧 是是他其实非常照顾学生因为怕影响GPA嘛 所以我们学校是比如说你选了这个课 你可能开学三周之后你可以drop我不上了 但是一般课都有两三个me term 你考了me term才知道这个课到底你能拿多少分是吧 只有这个6EA这些基础课 他们把me term1调到这个drop的deadline之前 因为他知道你考试了之后你有可能想drop 所以他们故意这样一般来讲 me term1考完之后大概会drop一半的人可能不太到一半 但是会差不多是一半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考到me term2之后他就pass no pass了 就是不是在因为你所有的这个成绩都 你这个要declare这个专业一定要是graded的不可以pass no pass 那他们就会觉得算了就学一学吧就就不再继续学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考试确实有点太难了 而且2000人的大课第一节课的时候大家都去 在我们学校那个最大的Zeller就像开演唱会一样 你都看不太见那个professor在上面干啥 但是后来呢就是去lecture的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然后最后到学期期末我还是去 然后我看到就是几乎就是一个特别小的场了 就这么几个人在下面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看recording嘛 另一部分就是因为大家的积极性也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在递减的 那Sandy你们那个最后就剩下了这些能进CS的啊 那三年课里班亚裔比例多少 亚裔就中国人一轮都算国际学生亚裔比例多少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亚裔白人都很少 大部分都是亚裔而且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 一个是我觉得亚裔比较聪明嘛 我们比较聪明 而且我觉得我们比较就是知道要学 然后知道这个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亚裔特别是在Berkeley的亚裔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目标性的 就是还是挺自律的 这点就引到了下一个话题啊 当时呢Sandy在录取之后呢 他录了Emory啊啊 那个UC Berkeley还有USC嘛 当时的话我是花了一个多少时啊 劝他爸妈 还有劝他 洗脑吧 就是给他洗脑啊 我就说要他去USC 因为我是非常憎恨功力学校啊 我觉得孩子我们花三倍价钱 读一功力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 男嘉大的话整个校园氛围的话特别好 就是他他安全性也没有问题了 现在 呃周围的这个社区安全很好呃 出了那些事之后 所以在Sandy他很坚持 所以当时后来我就说为什么呢 Sandy就给我解释一下 然后我觉得这个作为今年的家长哈 明年你们的孩子可能拿到offer 然后以后你们在学校的时候这个非常关键 你们千万不要从理性上分析数据而忽略孩子的感觉 融入那个叫什么融入感和那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让Sandy分享一下 当时为什么他铁定了心呢 要去一个不给奖学金学费三倍 但是公寓的Berkeley 而不去一个竞价比更好的USC 对吧 Sandy可以分享一下 好 嗯 因为我当时USC是scholarship嘛 然后他下的这个decision比较早 有一个大package 然后说你去参加我们学校一个engage program 可以参观校园体验体验校园文化 就在开学之前 开学两三个月之前 当时还在申请进呢 然后就去看校园 觉得啊这个校园真的挺好看的 然后当时迎接的时候乐队也很震撼 然后校园确实像笨说的 很多人不认识的人就过来说 哎 然后就感觉这个环境挺好嘛 一般人觉得 但是我个人其实就不喜欢 并不是因为他们热情我不喜欢 而是我觉得这个学校太sporty了 所有人都在运动 所有人都穿着运动鞋 这个操场上各种人在练习啊 打球啊 然后他们还宣传我们学校 今年拿了多少founding啊 我们用来建了一个大体育场 全新的 然后就运动员都在里面训练什么的 我觉得是对于那些喜欢体育运动的孩子来说 是挺好的 但是我个人就比较nerdy 然后 而且我比较学术 所以我觉得这个USC的氛围 不适合我 并不是说我就看到这么一些 然后我觉得 我就下了一个定义说 嗯 USC不适合我 而是我真的去了 然后跟这些 这些USC的学生 学长学姐们聊了 然后我就觉得 就说不上来 就是感觉 我在那里不是他们的一员 我融入不了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很不舒服 他们说的很多话题 嗯 可能我 不是我想 想感兴趣的那些东西 然后我就去了Berkeley 我去了Berkeley呢 也是就是最后决定之前 去看校园 然后当时正好是call day 然后call day的时候 有很多社团嘛 然后很多元 我就觉得 嗯 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 然后1500多个社团 然后在那里也很热闹 然后我又去了 math department的一个open house 然后他不是介绍 我们math department 怎么怎么样了 他是直接请了一个professor 去讲课 讲了一个就是 小的demo 这个题怎么算 当时我前面有很多同学嘛 然后他们就坐在那 然后这个题老师出完了 他们掏出计算器 直接开始算 直接开始手算 算完了以后 哎老师 我这个答案出了 然后顺便就跟旁边的同学讨论 就讨论的是数学问题 我坐在那我就觉得 这就是找到组织了 虽然说大家平时比较害羞啊 什么的 但是一讨论到学术问题呢 就比较激动 然后也敢说了 嗯 而且我觉得 berkeley的环境 个人来讲就是 因为我比较 我对ethnic studies呀 gender studies呀 这些又感兴趣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在意的 也是我在意的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非常受欢迎了 然后也非常感觉就是他们的一员 嗯 有个挺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当时去USC那个scholarship的时候 有一个小姑娘 是咱们去的 嗯 她也是scholarship 我们在酒店里互相相见了 然后等到call day的时候 嗯 我又见到她了 就是 就是她 她也是又看了USC 又看了Berkeley 我当时就跟她聊得来 最后她也去了Berkeley 我就觉得 其实这种culture fit 这个东西是大家都有感觉的 这个孩子一定要真正的去这个校园 真正感受到 才能决定哪个是适合她的 并不是说这个学校 大家说都好 大家都在说 这个学校好 你去吧 这个学校哪里哪里比Berkeley强 你就 这个孩子就可以在家里做这个决定 最好还是去校园看一看 实在不行 我觉得 也是要看看学校里的评论呀 然后再看看学校的这些program 都是什么focus的 嗯 反正我觉得 我这个选择还是比较正确的 对 即使两年以后你也不后悔啊 你还是挺赚的 就觉得挺好的 即使你们学校现在越来越做 你还是觉得可以是吧 嗯 反正因为学的是tech嘛 然后学的是apply math CES这些相关的 就是课确实难 peer pressure确实也有 也有竞争压力 是有考me term考final 是觉得 哎 当时来Berkeley干啥 去USA 课又简单 考试又好考 资源就随随便便直接给你 你又不用自己去找 去USA不香吗 那但是最后考完final以后 回来想想 然后找工作的时候 跟recruiter聊一聊 还是Berkeley 就是Berkeley的CSA Berkeley的这些学术 还是能教大家一些东西 学的东西还是多 还是扎实 嗯 好 谢谢Sandy 我再问你个问题啊 就是我就提到你的顾问啊 就这个申请过程中 你觉得因为 你本身是个比较挑的吧 对吧 Sandy当年在选择出国 申请私立高中的时候呢 他带着他父亲 他会讲话的经历啊 我还是挺好的 就是他带着父亲去北京找机构啊 国内一些一线的机构 他曾经和几个一线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甚至国内可能大家现在知道有个叫比较有名的啊 就琢磨鸟子 这老板都聊过 就他有这个能力 他那么小啊 他和他们谈 他聊得多嘛 所以为什么 你觉得这个过程中啊 一个是朱老师帮你什么 再一个 你觉得朱老师上哪个点 你觉得你比较信任他 这两年 你跟他将近三年 两年半 就从十年级下半年嘛 咱那时候 那个之前赶安节差不多 开始到最后 你觉得朱老师哪些点 你觉得实际上觉得比较放心 比较踏实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呢 就是明显能看到这个问 他经验很丰富 然后他非常了解学校 就是做申请的这个 就是硬实力方面就非常强 但是就是我其实看国内啊 还有我其他看的这个这些机构 他们很多都是怎么说 他们保证我 比如说你来我们这 我给你做到前十 这是一类 另一类就是你来我这 你这个水平根本不行 你也就50名以后吧 就是怎么样的都有 很少有像问这么样的 就直接告诉我 你看你哪里是优势 哪里是就是劣势 你应该继续去发展 哪些哪些东西 就是非常的就是说 非常的注重我个人化吧 就我感觉到他是真正了解我 他是真正去听我在说什么 而不是就冷冰冰的甩出一些 你的数据 你的GPA 你的SAT什么的 当然这一点就是比较小的一点 我觉得更重要的 最最最重要的是因为 我这个高中其实真的不好 然后里面的这个环境啊 这个culture真的就有时候让觉得 让大家觉得很压抑 然后很很抑郁 然后而且我对这个高中环境的 这个交往 这些圈子也相对有限嘛 有时候就别人说什么 我就被别人带着跑 然后当时年龄又小 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很多高中 很多这些高中同学在聊的话题 其实我都不感兴趣 然后个人性格当时也比较固执吧 就觉得啊我就要去名校 我刚一出国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我就不想去长青堂 我凭什么不能去长青堂 那问当时就问我 你为什么想去长青堂呢 我说不出来 因为在我心里我自己知道 就是那排名高嘛 名字好听 我觉得我进了我牛 就就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当时我自己想当然的 就直到问跟我讲的时候 我才就理解适合自己的 然后才慢慢去了解这些学校 而且在一个私立高中的时候 我当时经常就是说 因为一个小事 我比如说一个quiz考的不好 我觉得完了 那我上不了大学了 我这quiz考成这样 我这个GPA是不是要炸了 炸了的话 我是不是就再也去不了那些前二十的大学了 然后问当时就会就是心理疏导嘛 就跟我说说 你别这么想 你这个你这样的性格就不能这样 你其实这个下一个quiz考的好不就行了 你不需要就是focus上一个小小的错误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 自己在一个小环境的时候 就总觉得就钻紧牛角尖 就总觉得完了完了 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 有经验的人在旁边告诉你 什么是应该做的 然后就是心情上呀 和这种真正的申请的这种技术上 其实都有帮助 对 现在你举个例子特别好 你就说你看别的疾苦 我也接受 我09年的时候出国的时候也找到中间 但是英文不行 他基本上就是标签化 你觉得得一来 你是拿香袋包的 行 那给你一来单 我说的包上就是你的成绩 他是给你泰 他没有个性在里边 没有个性 他不把你当个整体的人 他把你当一堆数据 就也比较冷冰冰 当然有的人是吃一套 因为国内这个说白了比较好卖焦虑 因为你永远不如别的选择更强 但是我觉得 这样不会有效果 因为你最终的改变 不是说你能做多好的学校 因为现在这个行业进化到 心里大家都知道 那IC的话能写多好的话 和经历有很大关系 就最大的改变 实际上对这个行业 最大的推进 就是让家长能关注到什么是重要 就是说我的孩子跟着你之后 他有进步 情绪上学习积极性 对自我的了解 对我的优势 对策略上 还有执行力上 就这些点都是真正能够体现变化 而不是说 我就这个成绩你去生吧 差不多 说实话 特别强的学生没区别 这个信业知道 那现在我就要问一下 IC这个款孕现在很多家 他还在申请IC 大学文书 当然我记得你卖写的挺嗨的 虽然你改了很多版 你也很纠结 痛苦 对 你觉得为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让你觉得你比较 这个process 然后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和 为什么帮你overcome 其实这一点 我觉得刚刚介绍我的时候 说我这个活动比较强 其实我当年申请的时候 我并不觉得我活动强 我觉得我没干什么呀 我就在这个高中的 这个小村里 我就在这个学校资源给我的 就这么多 我没怎么干呀 但是直到跟问聊了之后 才发现 其实你的活动并不需要 是那种惊天动地的 那种非洲支援 什么在NASA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其中一个 UC的ASA写的 就是我在学校后院种地 就这么一个小时 这也算活动 我当时问说 我说这也算活动 这也能写出东西来 就是能写出东西来 我们当年是非常非常早的时候 就准备了school list 然后七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写ASA 我不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是个summer 然后开始看各种文书的要求 然后各种题目什么的 当时跟问反反复复 重写很多遍 然后因为人的idea是很多的 然后你怎么把你的idea和你的这些 你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 然后还要说明你的人 说明你的这个性格 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因为你不可以说我做这个事 就是因为我感兴趣 你总能 你总要说这个东西 怎么体现你的性格吗 所以当时我觉得问帮了我很多吧 就是让我思考了很多 就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事 这个事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他就说你再好好想想 你再仔细想想 你当时做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当时第一版我自己写ASA 然后写完了给问看了说 我其实就是很标准的自夸 说我干了什么 我做的有多好 然后我怎么怎么厉害 但是其实这并不能突出我的个人性格 你的你的奖项你的活动在申请的时候都有啊 就为什么让你写这个ASA呢 就是为了体现你的性格 看看你跟这个大学合不合适 所以最后也转变了概念 不是说这个写自己有多好 就这个ASA就有多好 我当年UC的一个ASA 甚至是写我失败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选我选选举 我没选上 而不是而不是说啊 我当了一个什么什么leader啊 我很厉害 然后问当年他也是 就是比较了解学校嘛 比较了解这些UC他们想找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就有点就是 把我个人性格里内在跟这些学校 有联系的这些方面联合在一起了 然后写到ASA里面了 然后最后出了结果 非常的非常的个性化 改了很多很多遍 改了七八遍 然后一开始的故事 然后到后来 其实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经很不一样了 总体来说就是因为 问只是在旁边帮我跟我说 你应该注重哪方面 注重哪方面 大多数还是我自己写 写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这也是一个认识到自己 是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过程 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 写出来的时候 也就感觉 这就是我个人能写出来 就是非常有性格的东西 而不是就说我抓紧时间写出了一个 就是赶工赶出了一个ASA 我现在还收藏着我那些ASA 有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看 我觉得就写的挺温暖的有些 我这个难得 因为心里在我的印象中 她是一个典型的理工女 就是说她为什么不选 她就是比较宅 然后比较喜欢技术的东西 像一个创始人一样 说出写的温暖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写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如有标准 就是学生写完之后 你如果连自己感动不了 你就别教 你别指望人家能感动 对吧 当然如果你是像身体这么好的成绩 我就申请一个 Purlue这种学校 那无所谓 那你胡写都行 我永远记得 我Purlue有个同学 他写的时候 把UW的ASA写在Pudu 照样露台 这是我对Pudu的印象 无所谓 你需要申 他就改药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你需要申好的学校 特别是SUNY这种背景 他们学校 大家记得一点 SUNY的高中 是南方一个非常小的私立高中 竟然连护照都收 然后他立场 第一个进博客里 这种难度 比你所在 关于一个知名的高中 进要难太多 因为他对你的学校 没有判断 没有历史 你的活动含尽量 你的成绩 你的GP代位 他没有任何Data可以trap 所以UC是很难 给一个学校 破天荒一个名额 特别是南方 对吧 因为UC是没有ED的 他没有保定 SUNY可以不来 为什么要浪费这个名额 而是Berkeley 对吧 所以这个ET真的是非常关键 就是个匹配度 你要不是为了炫耀 而炫耀去解释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价值 然后朱老师的话 他理工思维 他本身是学生物工程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文章 他和SUNY比较匹配的一点 就是他俩都有理性的部分 但是因为朱老师 他孩子在美国长大 他非常理解这边的父母 也知道这边 作为亚裔的一个struggle 特别理解SUNY 你在一个学校里面culture fit 因为别说SUNY了 就是他自己的小孩 当年他从别的州搬到 这个加州的时候有一个fit 就是白人嘛 白人你到一个白人 北多州到一个华人 他就做就不一样 就很关键 行 然后SUNY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有很多家长问你 就说两个问题 你可以一块说 就说你去读的时候 你的GPA多少 你的NCT多少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四个迷这两个mine 你能handle吗 你怎么mine in time 我当时高中是没有AP课的 然后也没有weighted GPA 这里说 我的当时是就满分4.33嘛 我是4.21 我的SAT好像是1490拼分 好像是反正没有上1500 然后对于伯克利是拼分吗 伯克利不拼分 UC不拼分 对那个能让你拼的 最高一次多少 最高一次好像是1470 反正是1450以上1550 1500以下 就就这个区域吧 好像1470我记得是 然后 对能不能handle这个专业的事情 就是其实我认识我有一个朋友是6个专业 就是各种什么样的人都有吧 你看我学的这几个专业其实非常相近 Linguistic是就是CS那边做AI比较需要的一个专业 然后Math又跟CS本身就有联系 然后Econ 其实就CSMath相关都有Econ 就是Stats嘛 所以他们这些专业其实是很有有很多overlap的课的 我上这些这几个专业并不是说啊他们就完全独立 所以 我要上很多很多课 但是呢 就是他们是互相有联系的 所以其实上的课也就那些 如果努力加把加把劲都上点课 其实这个几个专业并不能证明你很厉害 只是证明你上的课多 然后你想学的东西多 我本身其实就是比较想学一些东西嘛 正好在Porker有这个资源 他给你很多专业 你想学几个就学几个 所以我就抓那时间 我想学的我就都把它学了 对这个智商来讲 这个不存在智商高专业多这个事情 只是只是学的多 如果你想的话其实也可以 就是你只要能上课上的多 你什么人都可以多很多专业 好的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参加 希望我们的讲座能帮助家长 还有学生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大学申请 还有especially Berkeley 的一些近况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来电email或者是扫描屏幕上 我的微信二维码可以加我的微信 那我们每期的讲座预告都会在我们的家长群当中发布 如果想要进入到家长群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来把您邀请进去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下周六准时见 我们下周六准时见 感谢观看